盘点火影中能使用S级忍术的19位元者 S级代表着忍术的最高级别 能使用S级忍术是否代表拥有影级实力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简单盘点一下 第一位鬼焦 掌握的S级忍术为水盾水捞胶五之术 通过水盾大爆水冲波吐出海量的水形成水之领域 掌握绝对的战场主动权 鬼焦自己有塞 和焦机融合成愚人之后在水中就是如鱼得水 而敌人就不一样了 当年奇拉比差点没被他憋死 作为火影中实力达到影级却只会放水的老实人 鬼焦掌握一个S级水盾数也算实至名归 很多小伙伴都称赞二代火影的水盾为海量 其实鬼焦的才更小 仅仅一个只有根体三成实力的分身 无水荒漠之中随便就能用出超大规模的水盾来回浪 只为唤醒凯对他的记忆 看看鱼影村的迷人们 沙漠之中放点水都做不到 这就是差距 第二位二代火影 掌握的S级忍术有两个 惠图转身和飞雷神 这两个树都是二代火影的得意之作 当年驻奸死后的第一次人界大战 牧业村还能稳坐人界第一的宝座 这两个树应该帮了二代火影不少 可惜这样的二代火影 竟然被实力不过如此的金角鹰角干掉 只能说是剧情杀 第三位大蛇丸 掌握了四个S级忍术 惠图转身 八旗之术以及布施转身 还有试鬼风镜 算是掌握S级忍术最多的人者了 前面两个树是大蛇丸当年叛逃村子前 潜入木叶禁术密室学来 奠定了大蛇丸一生诡异莫测的本事 布施转身则是大蛇丸自己研究出来 将自己的灵魂转身到他人的躯体之中 间接实现永生 不过我觉得大蛇丸能开发出这个树 应该参考了绘图转身和八旗之术 这两个树一个涉及灵魂一个涉及肉体 将灵魂和肉体研究透彻之后 大蛇丸还找到了破解是鬼风镜的方法 可以无伤召唤死神 原理很简单 本体在召唤死神干完活之后 迅速转身到新的躯体中成为新的生命体 如此一来死神就找不到药寨对象 自然就只能放弃了 第四位药师兜 跟着大蛇丸混 所以掌握了S级禁术绘图转身 大蛇丸死后 药师兜将绘图转身完善到了最后 第四次人界大战反派兵力 他一人就贡献了一半 与之波班在解除绘图转身的时候 虽然得意地告诉乌影禁术不要乱用 实则在药师都没备又解决之时 他应该是无法主动摆脱控制的 参考绘图二代火影被大蛇丸用柱间细胞压制 无法按照自己的抑制行动 班体内的柱间细胞可一点都不少 第五位加藤段 掌握S级禁术灵化之术 加藤段梦想成为火影拯救世界的底气 应该就是这个术 通过原神出鞘的方式 在战场上随意出入任何地方刺杀敌人 这么一想确实恐怖 唯一能拦住加藤段的手段 目前只有四子人阵 不过灵魂出鞘后 肉体肯定处于失守状态 就像景也那样 加藤段很有可能 就是在灵魂出鞘的时候被人偷袭 连内脏都被打掉了 第二次人界大战 其他村出名的强者并不断 加藤段肯定是大赢 第六位千代婆婆 掌握两个S级人数 几生转生和白蜜记静松是人位 几生转生是千代婆婆 准备牺牲自己来复活儿子儿媳的人数 人些和父母团圆的梦 不过我估计是做不到的 千代婆婆能复活我艾罗 是因为我艾罗刚死不久 加上身体还是热的 而些小时候做的父母傀儡和些的父母 其实并没有任何关联 所以从上面复活些的父母完全不可学 白蜜记静松是人位 则是傀儡始祖门左卫门的杰作 十根手指操控十具傀儡相互配合战斗 相当于一心实用 这难度足以配得上S级 看九郎应该是没机会学会的 第七位三代火影 掌握的S级忍术是诗鬼封禁 这招强势强就是用支必死 毕竟要和死神做交易 目前除了大蛇丸能用蛇批骗死神 其他人使用之后 结局一定是灵魂被死神收走 三代火影的五顿大连弹之术 其实应该也算是S级忍术 五顿中两顿相互组合的忍术威力 就已经很强大了 五顿叠加自然强的可怕 而且五顿不止会相生还会相渴 所以五个分身放出顿术的时机 必须把握好 难度还是相当高的 一般人学不会 第八位四代火影 掌握两个S级忍术 诗鬼封禁和飞雷神之术 这两个术直接将水门的实力推到了眼前 都是当年四代火影能在九尾之乱中绑下村子的关键 飞雷神之术让他拥有转移九尾尾授欲攻击的能力 以快到无法反应的速度迅速将带土打废 强行解除了带土对九尾的控制 而诗鬼封禁则是让他拥有将九尾切成两半的能力 一半封印进自己体内 一半留给了名人 第九位团葬 木叶5.5代火影 掌握的S级忍术就是李四项封印 团葬这应该是效仿三代火影的试鬼封禁 用封印的手法解决对手 都是临死之前用来拉人垫背的绝招 威力强大到用之必死 不过团葬的绝招显然很容易打空 如果对手在极限时刻反应过来 是完全可以逃走的 如此巨大的漏洞团葬也只有到死才知道 这也没办法 毕竟这个术从修炼开始 一生中就注定只有一次使用机会 不过话说团葬是不是可以开了一鞋内齐之后 再开李四项封印 这样就能卡罢 白嫖11次使用李四项封印的机会 第十位佩恩 掌握S级忍术幻龙九封禁 这是一个将尾兽查克拉封印进外导魔像的人数 小组织为什么一定要招满10个人 就是因为这个数 这个数需要小组织所有成员同时在线才能发动 这时的外导魔像还是个空壳 想要驱动必须要大量的查克拉 封印期间小成员们必须集中精力 三天三夜全程不能移动 S级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第十一位刚手 掌握的S级忍术为人法创造再生百豪之术 这是刚手独创的S级医疗忍术 开启之后只要查克拉充足 就可以无视一些小伤猛杂虚足 不过当年三人大战的时候 静英表示这招有很大的副作用 会消耗自身的寿命 因为身体的细胞分裂次数是有限的 加快恢复伤势其实就是加快细胞的分裂 这意味着身体的寿命缩短 第十二位小英 跟刚手一样掌握同样的S级忍术 小英更年轻 所以她使用这招的效果理论上超越了自己的师傅 第十三位卡卡西 掌握的S级忍术是雷切 虽然身为活影主修的却是雷盾 卡卡西所有属性的忍术都能使用 但跟雷影们一样雷盾最为强大 卡卡西的雷切最高战绩是掏了角度的新窝子 这招和千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截断雷电 第十四位名人 名人掌握的S级忍术有两类 螺旋手里剑以及伪兽玉 为什么是两类而不是两种呢 因为名人的丸子种类实在太多了 全部都是在螺旋手里剑和伪兽玉的基础上叠爆 别人发明一个S级忍术可能要想破头 名人只要有创意就行 比如封盾螺旋手里剑 仙法封盾螺旋手里剑 仙法封盾超大玉螺旋手里剑 尼尼螺旋手里剑 卓盾光轮疾风七黑使灵式 仙法熔盾螺旋手里剑 球盗玉螺旋手里剑 严盾螺旋手里剑等等 第十五位佐助 掌握的S级忍术为雷顿麒麟 这招是佐助为了复仇宇之波又精心准备的杀招 叛逃村子三年后第一次见名人的时候 佐助还想动用这招将名人一伙人全部团立 得亏大蛇丸阻止 这招佐助除了在对付又的时候用了 可名人最后的终结股大战他也对名人用了 战绩方面来说暂时为零 主要还是佐助只打高端局 而且这招的使用条件有点苛刻 阴天才能用 第十六位协 掌握的S级忍术是赤密级百级操炎 同时控制上百具傀儡战斗 蟹用这一招攻占过一个小国家 这招的缺点就是在于每个傀儡都没有自我意识 必须要通过蟹的查克拉线控制 但蟹毕竟还处于人的范畴 队伍县程不可能达到100条 因此没法精确控制每一个傀儡 结果他的傀儡就是被千代婆婆的静松诗人 为切瓜坦菜般劈成碎片 所以先应该注重一下质量 或者学学射人 给每位傀儡都注入独立的意识 可以独自战斗 第十七位麦特戴 掌握S级体术八门盾甲 这招同时还属于竞术 不过显然只要不贸然踏入第八门 对身体造成的损伤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 修炼此术需要夜以继日不断修炼 绝对没有放松休息的一刻 就跟我们上班一个样 麦特戴夜以继日花了20年的功夫 才将八门盾甲练到大城 可忍刀弃人众的战斗中 麦特戴应该是已经开到了第八门 不过八门盾甲不同人修炼的强度 应该有所不同 所以麦特戴的第八门 只是将忍刀弃人众踢成吉祥三宝 好在逃走的三人也没有善终 黑树雷牙被下风叛逃了物与村 琵琶石葬同样叛逃村子加入小组织 看到又就问认不认识麦特戴 忠告又千万不要以貌取人 西瓜山河豚鬼最后则是被布下鬼胶杀死 夺走了娇姬 第十八位麦特凯 掌握S机体数八门盾甲 凯的八门盾甲显然要比他老爸强得多 凯的八门盾甲目前最高战绩是差点踢死六道断 这股力量一击就可以秒杀绝大多数眼睛 可惜当时般的恢复能力太过变态 可惜凯当时踢的不是头 第十九位小李 和凯一样掌握S机体数八门盾甲 小李如今应该将八门盾甲修炼到第八门了吧 第四次忍戒大战结束之时 他已经开到第七门 这么多年过去应该迈出了最后一门 不过话说大统墓仪是闯进墓叶的时候 他怎么躺在地上了 这里应该不让睡觉的 最后就是除了一伟之外的个伪兽人注意 掌握S机忍术伪兽域 伪兽域由杨属性查克拉和阴属性查克拉 以8比2的比例混合压缩而成 必须精确到这个只伪兽域才能合成 不然就会炸开 所以难度还是不小 意味不会为兽域估计是没血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永代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